提到韩国呀 大家首先想到的除了整容 应该就是韩国的电视剧了 我且先不说韩国的电视剧好看不好看 从几年前李敏昊主演的《继承者们》 以及金秀贤主演的《来自星星的你》开始 韩国电视剧的热度就莫名其妙地高到爆炸 但是韩国电影如果不是特别关注这方面的人 貌似只知道去年大火的腐山行 而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呢 也是一部韩国电影 是一部很久很久以前的韩国电影 老男孩 对不起放错了 没错今天要给大家吐槽的政治热播 2003年由崔明芝主演普赞玉导演的 惊悚悬疑作品《老男孩》 我也不过多的给大家介绍导演和演员的背景资历 因为那样做表面很牛逼 但实际上全都是照着百度百科念的 请教我诚实男孩花哨呗 故事的一开始就是一个非常装逼的镜头 一个男人在天台上抓住另一个男人的领带 显然这个电影要么就是用倒训 要么就是用插训 再来看一下这两个人的颜值 虽然两个人都是邋里邋遢的大叔形象 但是看了一眼这个暴狗男由内而外散发出的猥琐气质 他绝对不可能是主角 镜头一转 轻换到了故事的开始 这个男主角叫做吴大秀 说实话就看你这个名字你也成不了气候 陈独秀听了都想笑 男主因为调戏别人女朋友和别人发生冲突 被关进了看守所 这段剧情主要就是表达了 男主是一个无所作为 并且拥有诸多缺点的一个无滥 具体表现为 在看守所里直接脱了裤子就要尿尿 被抓进来之后还不知悔改 一直在闹 以及遇到小会会之后 连屁都不敢放一个 总之这个吴大秀 就是咱们在现实生活中特别讨厌 但是又非常常见的一种人 之后这个吴大秀的朋友 把他从看守所里接走 因为今天是吴大秀女儿的生日 所以他去电话亭里 给女儿打了一个电话 电话打到一半的时候 朋友说要跟他的女儿讲话 然后请大家注意之后的这个长镜头 只要是在电影中出现这样的长镜头 大家就一定要注意了 因为这种镜头要么就是身后有人 转过来之后人就没了 要么就是身后没有人 你转过来之后突然多出来一个人 果然在这个镜头之后 吴大秀的朋友讲完电话 当他转过身来的时候 吴大秀已经消失了 哇这个镜头真的是让我非常难受 本来我晚上都不敢出门 你现在弄成这个样子 比看恐怖片还难受 两个月后 吴大秀出现在了一个监狱之内 他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抓进来 不光他不知道 连我也想象不到 把吴大秀这种人放在现实生活中想一想 他可能会得罪很多人 但是他有胆小怕事 欺软怕硬 应该不会跟别人起什么很深的冲突 而这个监狱的看守人呢 显然也并不想告诉他关在这里的原因 这里我想对这个监狱的看守人说一句 老哥你这个袜子该洗洗了 这个监狱每天都会喷出催眠瓦斯 把吴大秀催眠 也不知道为什么 每天吴大秀醒来之后 屁股都会隐隐作痛 每次吴大秀醒来之后 就会发现衣服换了 头发短了 房间也被清理了 腰不酸了 腿不痛了 一口气上五楼不费劲了 在监狱中 他得知了他的妻子已经死了 而且他被陷害成了杀人凶手 看到这里我只想说 哇这也太惨了吧 先是莫名其妙的被抓起来不说 还看到了自己的爱人惨遭杀害 而且凶手还被摘张成了 摘脏 摘脏脏 而且凶手还被摘 摘脏 摘脏 成了自己 之后呀 这个吴大秀就拿出了自己的小本本 把自己以前得罪过的所有人 都写在了这个本子上 然后这个本子上的所有人都死了 原来这是一本死亡笔记 男主一直在反思自己 究竟犯过一些什么错误 并且打算在出去之后 找到陷害他的凶手 这个吴大秀在监狱里 一关就是十年 这十年当中 他一直想着复仇 每天锻炼自己的格斗技巧 打了十年的墙壁 撸了十年的管 挖了十年的墙 终于在第十五年的时候 他把这个墙挖穿了 正当他已经开始策划出去之后 如何复仇的时候 一个曼妙的身姿 出现在了他的房间 哇 这个监狱的待遇这么好的吗 十五年了 你们终于开眼了 派来了一个美女 给我谢谢火 再看看她的脸 打 打扰了 麻烦你不要影响我锻炼手臂 而这个女的呢 实际上是一个催眠师 他把吴大秀催眠了 当吴大秀醒来的时候 他正处于一个高楼的楼顶 长期待在监狱里 也导致他的眼睛不能见光 而这个时候 他在天台上看到了 一个抱着狗的男人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吴大秀长期没有见到 别的活人了 有些激动 又或许是 他被眼前这个男人 销魂的小胡子 以及迷人的小眼神吸引住了 然后他做出了这样的举动 说实话 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我直接捂住了自己的双眼 我生怕他俩一个情不自禁 奔一口 然后我晚饭就吃不下去了 再说了 你们两个这样做 想过旁边这条单身狗的感受吗 然后就到了电影一开始的画面 吴大秀拽着这个陌生男子的领带 没有让他死 之后吴大秀给这个陌生男子 讲述了一下自己悲惨的经历 当他讲完之后呢 这个陌生男子也要讲一下 自己悲惨的经历 这时吴大秀却毫不犹豫地 转身就走 抱狗大叔懵逼了 我靠你爽完了不给我爽 然后这个人就抱着狗跳楼自杀了 真男人 从不回头看跳楼 在监狱里挖了15年 终于要挖通的时候 莫名其妙地被人放出来了 这种感觉就好比你小时候 作业没写完 在第二天收作业的前一分钟 写完了最后一笔 结果老师跟你说 不收了 请问你难受不 然后男主为了测试自己 练了15年的拳 到底有没有用 主动挑衅了一群小混混 这里也是这部电影的第一场打戏 帅到爆炸 之后男主遇到了一个乞丐 这个乞丐给了他一个手机 以及一大笔钱 并且说了一句不要问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 很明显他从监狱 出来之后的一举一动 也一直被人监视着 他进了一家寿司店 正在跟一个女厨师聊天的时候 突然来了一个电话 这个电话 当然是幕后的黑手打来的 吴大秀问他 为什么你要抓我15年 你是谁 吴大秀说出了很多名字 都没有猜中 而对方显然也想让吴大秀 自己去寻找真相 通话结束后 吴大秀要了一只章鱼 在女厨师要给他切片的情况下 他拒绝了 他要自己生吃 这个时候 如果是一个正常的女生 一定会说 咦 这个人好恶心 而女厨师看了之后 却一脸喜欢的样子 因为吴大秀之前说 女人的手暖不适合做寿司 然后这个女厨师说 自己的双手非常的冰冷 然后就把手放到了 吴大秀的手上 然后吴大秀就晕倒了 醒来之后 吴大秀被这个女厨师 带到了自己的家里 最后寻找真凶的过程 实在是太漫长了 我就不详细的给大家讲了 比较重要的一点 就是吴大秀跟这个女厨师 相爱了 并且啪啪啪了 之后吴大秀终于想起了 自己被囚禁的真相 在吴大秀还没有毕业的时候 他在教室里看到了一男一女 正在做羞羞的事情 而且劲爆的是 这一男一女竟然是一对亲姐弟 年轻的吴大秀 将这件事情告诉了 他最好的朋友 并且盯住他 不要说出去 而他的这个朋友 就是骗头带他离开看守所的 一件事情 你不想让别人知道 再怎么盯住也没有用 你自己藏在心里是最好的 而显然 他的这个朋友 把这件事情说了出去 姐弟乱伦 这件事情传出之后 这个女生肚子也大了起来 他为了保护自己的弟弟 不想把孩子生出来 于是选择了自杀 而这个弟弟 也因为自己的懦弱 以及无法接受现实 选择了放手 他把这最终的源头 指向了吴大秀 他认为 如果不是吴大秀的一句话 他的姐姐也不会死 也正是因为这一句话 他囚禁了吴大秀15年 并且他还告诉了吴大秀 一个更加劲爆的消息 美道 也就是之前的女厨师 她是吴大秀的女儿 看到这里 我整个人都懵了 秀 秀 哇 求求你们不要再秀了 先是姐弟 然后又是妇女 你们这不是韩国片 是日本片吧 知道真相的吴大秀悲痛欲劫 然后他跪在地上 舍弃自己的尊严 疯狂地祈求 不要把真相告诉美道 既然对方认为 是他的长舌 导致这一悲剧的发生 所以他剪掉了自己的舌头 他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 只求不要让他女儿 知道这个事情的真相 而他所做的一切 最终也得到了回报 这个反派 并没有告诉他女儿 事情的真相 而且他也没有杀死吴大秀 而是转身走进了电梯 他回养到了自己姐姐的死 而自己却无能为力 或者说不是无能为力 而是无所作为 对比之前吴大秀 为了自己的女儿 可以舍弃自己的生命 舍弃自己的一切 他只是一直在逃避 把自己姐姐的死 一切的源头都放在 吴大秀的身上 这其实也是一种扭曲的心理 最终他终于为自己的姐姐 报了仇 掏出枪在电梯内自尽 不知道故事又过了多久 吴大秀找出了 当初那个催眠他的女人 他让这个女人 把他催眠之后 忘掉了他这不堪的记忆 这部电影看完之后 给了我一种很奇妙的感觉 这部电影很神 我觉得神在他的剧情 一环扣一环 紧紧地捉住人心 还有这反三观的设定 我在第一遍看的时候 甚至有点无法接受 天天父爱如山 父爱如山 这回真的父爱如山了 而且这个电影 镜头的运用真的很好 再加上这个演员大叔的气场 打斗的场面 就像看动漫一样 莫名的人 但是也有不足的地方 例如他这个武打的动作设计 显然没有咱们中国国内的好 虽然整体的打斗效果不错 但是一些小的细节 总是很容易让人出戏 例如刚开始出手的这个镜头 大家看好了 这个群演打的这一拳 也太歪了吧 你光是面不争鸣 有个球用呀 之后就是这个在监狱打斗的长镜头 这个镜头很经典 很多外国的影片 都模仿和借鉴了这个镜头 但是还是因为群演的问题 就莫名其妙的 让人感觉很出戏 例如这个地方 吴大秀倒在这里 然后一群人踹他 这个镜头当时直接给我看乐了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群演 你这一脚是什么东西 你是害怕踹到他 还是害怕踹疼他呀 连脚都伸不开 我真的难受 然后我对这整部电影的评价 还是很好的 自从我做了视频之后 我看视频的角度就不一样了 我看视频的时候 经常会想 导演为什么会这么安排 编剧为什么会这么写 看到美道 把吴大秀带回自己家的时候 我就在想 这个剧情也太不严谨了吧 而且两个人之间 感情的发展 也让我感到很奇怪 虽然反派给了解释 包括吴大秀之前突然晕倒 都是因为他们两个被催眠了 但是莫名其妙的 还是感觉有点强行 还有一段是吴大秀 回到监狱寻找线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每个房间都是有监控的 在有监控的情况下 你是怎么做到挖了15年啊 我不知道是我看的视频 少了什么东西 还是个电影的剧情有bug 然后就是这个故事的结尾 它是一个开放性的结尾 美道最后找到了大秀 并且跟他说出了 说实话 我很喜欢这样 有深度的开放式结尾 根据每个人的理解不同 故事的结局 在每个人的心中也不相同 我认为这部电影 是一部非常好的电影 虽然它的三观很扭曲 但是它却能引人深思 吴大秀一直是认为自己被催眠 忘记了自己被囚禁的真相 但他直到最后才知道 自己被关了15年的真相 竟然是因为自己的一具长蛇 不仅害了别人 也害了自己 被人们嗤之以鼻的禁忌之恋 如果发生在自己身上 自己又会如何选择 吴大秀最后的笑容意味着什么 他的记忆改变了吗 在他的潜意识里 最终想要保留的 到底是爱情 还是亲情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